首先要表扬张瑞 你就一辈子演古装 你这个气场为什么眼前一亮 就是你习惯在这个清空的环境 一坐下来整张脸都能表现 还有气场还有很实际 你知道演什么上下两层的东西 其实对于我来说 那个古装剧包括古偶剧 包括轻装 仙侠 都是我的数字圈 如果说心理话 我不想这样下去 我想能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我也希望让大家能够看到 张瑞不只是只能演古装的 他能有很多不一样的样子 立功说他要证明他不能只演古装 我想今天古装演得这么好 更加证明太适合古装 他很顺利那种外怂内核的角色我觉得 那说到表演呢我觉得是这样 对我来讲最好的是张瑞跟这个海兰朱 非常的海兰朱 黄瑞演得真的挺好 所以他没有去演坏 但是他的行动是坏的 所以他没有故意去演那个坏 这不错啊 王林因为唱歌啊 因为他演这个韵 就特别好听 这个造型也是 我觉得菲尔也不错 我相信他是苏莫尔 但是对我来讲 赵亦欢我觉得不好 因为你是女主 你跟静姐演得不一样 OK的 对吧 一千个人演哈姆里特 有一千个样子 没关系的 但是我要看到一个女主角的气场 这个场我没有看到 但这个很复杂啊 他不仅仅说 你演的哪个细节不准确 已经超越了这个概念了 对 戴玉瑞那个不够细 因为景间事是从你身上来的 你知道宫斗是 是怎么样讲话的 因为你对白就是对白 没有当上两层一起 并进的问题 你只有上层 讲完之后采演沙城 好细节 像说你真的 懂武功是对 但是将军跟武将的分别 你要搞清楚 大兵的感觉就是临位不乱 那个时候我已经犯罪了 为什么要解释那么多呢 演员就是看结果 就是如果你演到了 就大家会看到 好 因为你对他 你还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只有对父亲 同辈的时候 我给你一拱手 应该给你面子 你选 好 来 我不怕 来 乖一点 喝醉 没办法 你说 如果你这样就维护自己 就永远都是 你的解释就是包围的你的作品 是吧 我怎么录到现在 我还是很怕武将的老师 各位老师 各位我们的行家都知道 他们正式拍戏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 对 这刚才可以买的 可以买了 我发一个 太好了 来 瑞宇哥 谢谢 哇 好 这样子 好 好 谢谢 谢谢李老师 继续合作 谢谢 有一个 有一个 那都我们为大家 会给声音发疯吗 好 现在我们有请下一组演员 下一组是 下一组是 无声的告别的片段 是由我来监制的 演员有 李菲尔 锦超 赵琴 朱子霄 走吧 最佳男配 去吧 我们会好好看的 最后一次 你现在就去吗 先走这个吧 大的调度先拉一遍 来 来 他是咱俩都这么熟了 他这咱俩都这么熟了 我这儿穿了 我就都给你放右手边了 好 好 好 我们先来 PVA 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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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很姐弟 很娘胎里一个娘胎出来的感觉 这个就很好 对 很像气质 行为什么很像 对 两个挺闷的人挺狠 对 真的 我看完这个短片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赵琴和景超你们俩的表演 我应该是剪了短发 就整个人的那个气质又不一样了 变了 反而我觉得你过去那个发型 还是把你框在一个既有的模式里面 剪得好 剪得好 你看大家好像就忘了那个花美男了 这是一个新的景超 男演员这个苏感 不一定说是要靠古装美男来表达的 你这样的感觉可能跟蒋奇明又不一样 但他也有就很强的熟性荷尔蒙那个粗粒感 是能够通过你的这样的形象能表达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事 正同 就是喜欢这个里面的他 不喜欢之前他那个 对 可能会更喜欢你 对 可能会更喜欢你 更容易吸引这个吸引观众 对不起 我观众心态的话 没事 没事 对 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要保持下去 你的系统枪打开了 那我说以后不管是现实题材 选音剧 还是回到去拍古装美男 其实你的机会也变得很广 哎 景超 有句广东话 你真的是那么单纯的 你真的是那么单纯的 没有 没有 你平常看到我们又好紧张 好什么的 我发觉你是是不是一个老演员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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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就是没有太多包袱 他是比较自然的 我告诉所有人都有阴暗面 只不过你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 要发出来或扩大 每一个人对某一些都有不满意的 尤其这个年龄应该反叛 家庭不一样的反叛 粉丝不一样你反叛 在剧里面也不非常反叛 这里刚才出来就给你多少 是吧 很舒服 我看完这段反正挺惊艳的 就是我刚才也想了挺多 就包括我们以前选角的这种流程 就可能你看他以往的片段 或者看他之前演过什么 那这个方式是不是有一些瑕疵了 就是你像你们两个 应该是没有演过这种悬疑类型 对 这个也是无限超越办这个综艺的目的 对 真的无限超越 就是整个演完之后 让我自己都反思了一下 我们的工作流程 然后那个菲尔其实我也挺惊讶 你应该很久没拍戏了 然后感觉就是你演的那种 就是他原来那个决策的那种封城感 然后这个维利是否那种感觉 还是很自然 菲尔 我告诉你这个太丝滑了 你要剪掉一点丝滑 你多一点顿感和摩擦力 谢谢大家